欢迎收看乐朵的频道 大家好呀 我是乐朵 今天呢 我要来玩粉丝做的跑酷 影片开始之前 可以点赞和订阅我 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这位是樱花校园新月做的吃货跑酷 我们来看第一个跑酷吧 主题是吃货跑酷只能用五次喷气背包 感觉好有趣那么来玩吧 好多美食啊 而且做的很好看 原来是陷阱 我没注意到 我的直觉是右边的这个 又跳错了 只剩下三次使用喷气背包的机会了 好诱人的咖喱饭呢 这里有你们喜欢的美食吗 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很好玩呢 那么进入下一个粉丝做的跑酷吧 这位是硬雪的樱花世界做的BTS跑酷 第二个主题是BTS跑酷 想必这位粉丝是阿米吧 跑酷的主要颜色是紫色和黑色 应该有七个关卡 因为BTS有七位成员 这位阿米真的好用心去做这个跑酷呢 有观看这部视频的阿米们吗 不知不觉来到了第四关 浴缸里还有小黄鸭呢 好酷啊 还能在这里玩耍 乐朵真心觉得这个好难跳呢 有一样的小可爱觉得很难跳吗 一个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了 这里乐朵没想到还有陷阱呢 是最后一关了 加油 最后是视觉寿命 终于完成了 做得很棒哦 这位是矿井桥做的彩虹跑酷 接下来的主题是 彩虹跑酷 你们最喜欢彩虹里的哪一个颜色呢 这个跑酷很适合让新手来练练看哦 独木桥可以慢点走哦 这样比较不容易掉下去 这位粉丝是不是忘记放蓝色了 完成了 做得不错继续加油哦 这位是小桃桃做的新手跑酷 这个主题是 新手跑酷 主题颜色跟刚才玩的彩虹跑酷一样哦 这个三角锥还会旋转的呢 最后是视觉寿命 新手们可以来玩玩看哦 记得按赞和分享 打开小人道 别忘了订阅乐朵哦 谢谢观看